从明天起 接受人工受孕的夫妇 如果进行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 政府将给予高达75%的费用 而夫妇也能够动用保健储蓄来支付 记者李仪华报道 36岁的陈家慧 三年前同丈夫开始求子 不过由于家族有基因异常病史 担心遗传下一代 夫妻俩花了约7000元 接受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 隔年顺利诞下健康的女宝宝 我们很想为我们的女儿 增添一个弟弟或妹妹 今年的那个PGTSR的价格也变贵了 差不多10% 这个津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计划下 政府将为符合条件的本地夫妇 承担进行胚胎活检 以及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的 高达75%的费用 夫妇也能动用保健储蓄户头 支付相关费用 预计每年平均多达50对夫妇 将受贿 如果我们没有做PGT 可能我们会不健康 有经历的接触 你可能认为40-50妇 不少 但每个人都会影响 是在家庭里面的灵魂 你必须活着很多年 政府希望浙江能更好地协助 有遗传疾病或基因异常的夫妇 实现组建健康家庭的心愿 虽然40岁以下的女性 和获得补助的检测次数多达6次 但40岁以上的女性仅限两次 而且她们必须在40岁以前 就已经尝试过辅助升职技术 或工墙内文工受精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